How does it help them to have better patient care as an outcome? 你有多元的需求其实就应该让他被看见 让这些需求都能够在更友善的方式被对待 男生女生生理上先天上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在能力上没有什么差别 这些议题不但放在世界未来的展望上 而且也希望能够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场跟生活 善用你能够有的资源做当下 你能够做最好的东西 但是不要让自己 burn out 如果我有几个建议 这会有三个建议 第一,我们需要提供更多教育 提供更多知识 什么是DE&I的意思 什么可以做 如何能够到那里 所以我认为这必须由教育 和知识 建议第二,我们需要资料 我们需要一些强烈的资源 基于研究竟然能够告诉故事 如果台湾没有明确的数据和数据设计 这会很难让人们理解 第三个是承识从最高的领导 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个院长 在这些公园 这真的显示他们的承识 和他们的兴趣 能更明白 大概在十五、二十年前 妇产科是一个以男性医师 为主体的一个课别 所以那时候男女的比例 大概十比一 最开始有一些对性别不友善的 一些工作的职场环境 职场的一些潜规则 那慢慢会随着你的多数在转变的时候 他也跟着就变动了 那一直到现在 大概妇产科的环境里面 女医师其实是比较dominant的一个族群 慢慢的大家可以接受 随时有个同事有最近要去生产 那要请产假 那要请孕孕假 可能会有御医留庭的需求 那未来等到我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那别人也可以cover我的工作 所以大家的职场的氛围会变成 请照顾孕假 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 那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沟通过程中 没有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的话 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你有这个需要 他不知道原来我这么做对你是伤害的 或我没有这么做对你是不公平的 你已经有具有一定程度的决策的人 要更积极更友善的去询问 跟你一起工作的伙伴们 他们有什么需求 一开始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我没有想过的问题 那就代表你发现多元跟共荣的事情正需要发生 这个时候请你好好的支持他们 住院医师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口试 我刚好是生完我第二个小孩 我就打电话兜胆地问我未来的老师 我说我可以晚一点去吗 他说可以的 那就是明年 现在所处到的环境已经不可能有我当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很勉励现在的年轻医师或是年轻女性 期许大家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也因为有更好的发展去帮助更多的人 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女医生 她承担的责任会比一般的男医师更多 因为她不只要在医院工作 她同时也要负担起育儿跟照顾家庭的责任 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课里面一个女生都没有 渐渐地我们把这个帆离给打开了 开始收了第一个女孩子 结果现在我们课里面的女生的住院医师 已经比男生还要多了 加入了女孩子以后 我们在一些病人的服务上面 同事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融洽 老师也不再像是一个严妇 而像是一个慈祥的家长 带着一群快乐的家人 一起来帮病人坐堂 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服务 除了临床上看病人之外 我们也会参与一些医学教育的部分 就是可以观察到 其实不只是病人或者是所有的从业人员 我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够不再受到 性别刻板影响的一个框架的限制中 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跟男性竞争一个极为不平等的阶段 那以前我们要的往往只是平等就好 你给我一个机会 但是其实慢慢的我们要需要的是一个公平 很多多元性其实都有它的起义性存在的 那这个活动其实让我们知道公平跟平等其实还有距离的 那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更公平的被重视这些的差异 每个人在目前现有的场域里面如何推动跟协助 这些经验的分享对大家来说都是促进更好的 多元共荣环境的这些资料 代表了时代确实走到这里了 我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了台湾精准儿童健康协会 那今天这个活动就是非常契合我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这边跟从浩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我希望未来我们持续的在努力 那么在两性共荣男女平权 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真正的落地 把我们的社会带向更这个美好的一个未来 希望藉由这个的话 那个跟很多的专家的一些讨论 那能够加深我对于DNA这个议题的一些了解 那以及带回我的工作的场域上 那能够对我的接触的学生啊 或是我所接触过的一些我的病人啊 那都能够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引导 或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帮忙这样子 有时候真的生活很困难 有时候真的压力很大 有时候你会面临到很多的不公平 生命会找到出路 我其实今天学习了很多关于这个题目的 因为DNA这个题目的 是什么我非常熟悉的 对吗 在公司的业务 但是我们没有很明显的意识 什么是在医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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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回来思考 什么我们可以做 作为伙伴在这个题目的